獲得2014年PTT戲劇版年度口碑第一名的戲劇作品 新社員將再度上演 这一出以Boys Love漫画为题材的摇滚音乐剧 精准诠释了BL漫画当中高中校园的清纯岁月 这次重演还特别邀请到很多独立乐手担任剧中的天才吉他手角色 非常令人期待 你朋友 往往一再来终 今天就是有今天的失落 在剧剧团结合了Boys Love少男漫画跟摇滚乐团的音乐剧《星社园》 描述玩乐团的帅气美形男跟可爱的扶女 在高中校园的青涩岁月与恋情 2014年首演后就获得PTT戏剧版年度口碑第一名的肯定 在BL里面我就看到了人和人之间有各式各样的关系 这些任何的关系它都可以被称之为爱 比方说深深的友情的羁绊 或者是强烈的强烈的耻辱感 等等它在挖掘真正人和人的感情是什么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如何沟通 如何理解自己 如何理解他人 如何学着去对待彼此 男男练琴 角色扮演 新社园把动漫文化的常见情节翻上舞台 这次嘉演更准备了其他的新内容 要令观众惊喜 这次嘉演其实我们每一对CP就是couple的意思 他们都会有他们各自的范外篇 而且长度不短 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有Hush跟Echo回声乐团的博昌 还有那我懂你意思了这个乐团的主唱陈修泽 让我们打开所有的规矩 运行我们开始遥述的日子 努力成为别人以为的样子 采然是个孽孽 也应该拍到实力 让我心里所有的建议 这种世界都要从这里开始 新社园以摇滚乐团的梦想为主轴 用漫画式的夸张演法 燃烧无所畏惧的青春热血 他作为青少年成长的 就是各式各样对于情感 情感上的压抑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来说 就是摇滚乐是这个 是象征代表的这个出口的一个烂伤 我们希望在各式各样的声光效果上 或者是剧场元素的对话之间 就是能够创造出更丰富的 我们可能在纸本当中 没有办法阅读到的感官体验 结合年轻时代的语言 新社园扮演毕业楼漫画情节 让观众想起可能曾有过的懵懂青春 MING PAO TALK ! 优优独播剧场————